最后这段是跟各位讲能源的污染跟防治 能源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动力 但是使用不当 开发不当 叭叭叭不当 就会造成一些污染跟破坏 那我们第一个讲的叫温室效应跟温室气体 这个地球科学会教 我上面用绿色碱的水漆 那两半跟甲烷是你要废的 有一些东西赛于吸收 吸收什么 红外线 拿来的红外线地表地球表面 吸收来自地表的红外线 前面你会教过 它红外线跟热有关 所以它就吸了热放了热加热地球 使地球保持温暖 效果类似原意的温室 所以称为温室效应 它们就称为温室气体 有哪些室温气体 就那三个要备 水气 然后那边夹碗 我后面多写那些 你都可以不备 我后面多写那些你可以不备 但是你要被水气 要用夹碗叫做温室气 它善于吸收来自地面的红外线 加热地球 使地球保持温暖 称为温室效应 这个温室效应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使用化石燃料 产生了太多的二氧化碳 于是它就吸更多热放更多热 使地球越来越热 我们叫做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的坏处在国中生 基本上指考这一句叫做冰山融化海冰面会上升 好机会指考这个 还有别的问题 还有别的问题是再说了 但是基本上全球暖化冰山融化海冰面会上升 所以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化石燃料的 所造成的结果 产生了太多的二氧化碳 那另外的就是酸雨 然后呢 我们的地区会教你 雨水要怎样 叫做酸雨 PH只要小于5.0 称为酸雨 然后奉来的有氧化物 淡氧化物 有氧化物 淡氧化物 融于雨水中 有氧化物 淡氧化物 本身就是空气污染物质 会对你的呼吸道 什么之类造成伤害 而它们融于水 就会造成酸雨 造成酸雨 所以 有氧化物 淡氧化物 然后课本上就写了这个话 你就记一下 记一下 有氧化物比较好解决 把二氧化硫通物碳酸钙 可以经过化学变化 转换成没有伤害的二氧化碳 这样子会把二氧化的污染 减低降低 没有了 但是淡氧化物到目前为止 没有好的方法解决 课本上写给你们 就稍微记一下 二氧化硫可以通入碳酸钙 以经由化学变化 产生二氧化碳 然后呢 就使它的伤害降低 但是淡氧化物目前无法 记得下 地科会教pH的小云5.0 叫酸雨 那流氧化物淡氧化物 记一下 就是酸雨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热污染 热污染就是你产生热之后 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虽然它不是物质 可是这个太热会造成一些影响 台湾有 这会影响 它污染会大气啊 水体啊 我们举了一些例子 举了一些例子 大家可以讲一些例子 所以像火力发电厂 核电站 我们讲过 核电厂要冷却水 所以它就冷水进来 温水出去 那温水出去太热 就所谓的热污染 或一些钢铁产要冷却系统 这些热水 会造成什么时候费热 然后造成所谓的热污染 的问题 那台湾这些热污染的实力 就河山场 以前肯定是河山场 那珊瑚礁 因为海水温度太高 又死翘翘 对不对 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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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死翘翘 这就是珊瑚就白化 然后呢 濒临快要死翘翘的状况 然后B鸟鱼 B鸟鱼就是一个身体 Y7扭8的鱼 当初反而人士说 你看看你们的放射性污染造成 它跟放射性没有关系 水温太高 破坏小鱼的酵素 所以小鱼就长不止 长成Y7扭8的 S形象体 OK 鉴于很难接 因为身体不是平的 好 这就是那种B鸟鱼 这都是热污染的状况 造成 OK 然后所以呢 海底就要想 因为骂他嘛 那你那个发电厂 出来的珊瑚就白化 只笑笑 所以他就做一些措施 然后能够降低 然后呢 致力于珊瑚的保育 然后呢 就是 会改过向善 让他不要再继续造成 热污染的状况 伤害到我们的水体的生物之类 那核电厂 核电厂发生核能事故的时候 就可能会有强烈的放射性外泄 然后呢 会影响范围大拖的时间很长 那 日本那个311到现在这么多年 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 OK 啊 这是历史上三次重大核能事故 你们大概就是2011年的日本辅导 你们比较清楚了 其他对你们都太久了 太久了 山里岛是第一个 山里岛是第一个 这个就是科诺米 科诺米 然后就造成一些放射性的污染状况 科诺米就是因为好像瑞典还是什么地方 在空气中蒸汽到放射性物质就知道说 有人出问题 才知道有人出问题 对 所以 这样状况了解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燃烧不完全 你们怎么讲过 飞灰嘛 烧不完全的煤灰 然后就造成乌烟瘴气 然后呢 如果科诺小就P2.5 P2.5 就造很多的问题 影响空气体 然后呢 还有漏油 这些东西 漏油 在台湾翻过很多次 就只举了一个例子 台湾翻过很多次 漏油 然后污染整个海域 造成生态的好景 那些海鸟什么之类的 鱼啊 都会受到伤害 就是看一下了解一下就好 所以呢 我们要跟我们说 我们虽然说能整个来讲 除了地热之外呢 我们没有什么石油 没有什么天然气 大部分都要靠进口 那进口 所以这时候更应该要好好的管理 好好的运用 好好的运用 免得使用不当 免得浪费 然后呢 所以呢 我们希望能够 大家能够节约使用能源 让我们可以生活的还不错 但是不要造成一些伤害 也不要浪费 就是有关于我们能源的部分 可以吗 可以 很好 结束